不管是音符攀爬牆 法國號溜滑梯 还是音乐草坪 岳福椅子等 以音乐为主轴的游乐场 让小朋友都玩疯了 你最喜欢哪一样 你最喜欢哪一样 游滑梯和荡秋千 为什么 我觉得溜滑梯 那个石头 爬上去很好玩 很好玩啊 那你呢 你喜欢哪一个 我喜欢溜滑梯跟悄悄板 那为什么喜欢悄悄板 因为我觉得他们很好玩 这是金融市成功国小 最新亮相的儿童游戏场 利用学校原本的闲置空间 加以打造 融入诠释 唯一国小音乐班的特色 让这座游乐场 处处看得到音乐的元素 希望给小朋友 最好游乐及学习的环境 成功国小呢 是金融市国小里面 唯一设有音乐专班的学校 所以呢 我们在打造这些游乐器材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特别融入了 我们学校的特色 那像这一个呢 它是以法国号为造型的一个游具 那之前我们有做过呢 小提琴的一个游具 那所以呢 我们是充分结合了学校的特色 去做这样的设计 这样富有教育意义的游乐环境 也获得家长肯定 幼儿园的小朋友总算有自己的一个游玩的空间 不用再跟其他的比较高年级的学生混在一起 这对小朋友来讲是非常的福利 很放的一件事情 协助争取相关经费的金融市议员同主委表示 成功国小已经成为以校园为核心 结合社区发展的重要标杆 未来包括中央厨房及活动中心音乐厅工程陆续完工后 整个校园就是学生与社区共农的空间 成功国小本来就是我们金融市政府 这个以校园为核心改造计划的一个标杆 这几年完全跟社区结合在一起 加上我们现在相关的设施再继续融入下去 还有我们现在还有中央厨房正在施作 也有活动中心也正在施作 整个校园就是我们社区共融跟学生共融的一个空间 我想我们对成功国小的期待非常高 我们也希望透过成功国小的案例改造 可以吸引更多的学生 包含我们全市唯一的音乐班都在我们成功国小 音乐班也把它改造成非常漂亮的教室空间场域 希望有更多的学生可以注意到我们 在地的就学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道